孝庄皇后,一个传奇的女性,无论是她的婚姻遭遇,还是她与多尔滚之间的纠葛,都给这位皇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令人惊奇的是,孝庄皇后是如何成为多尔滚放弃皇位,为之清新的美人。 这个谜底,在她的画像复原之后即将揭晓。 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不迷路,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孝庄与皇太极 孝庄文皇后波尔纪吉特氏,本名布姆布泰,名字有天降贵人之意,其父贝勒债赃,将这个女儿视作掌上明珠,十分疼爱。 十三岁之前,布姆布泰是克尔沁尊贵的小公主。 孝庄嫁给皇太极后,婚后的皇太极对待孝庄态度平平,该给的尊重都给了,但是也仅此而已,并没有表现得多喜欢,在她登基为帝的时候,也只是给了孝庄庄妃的称号,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另外,皇太极对孝庄的喜欢很平淡,甚至不及她的孤孤折折,她也就是皇太极的杰法妻子。 一来是因为皇太极与布姆布泰二人年龄差距,足有21岁之多,辈分本为姑父与侄女。 天真烂漫的布姆布泰与老谋深算的皇太极之间有代沟,没有共同语言的二人自然是话不投羁伴居多。 二来是因为布姆布泰作为科尔庆草原的小公主,自幼天性好动,无拘无束,而皇太极喜欢的类型则是温柔闲静的杰语花。 譬如后来同样来自科尔庆的布姆布泰的亲姐姐海兰朱那般温婉似水的女子。 尽管崇德三年时,庄妃在永福宫为皇太极诞下皇九子府里,但母平子贵一说,在她身上似乎并没有显现,皇太极对布姆布泰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冷淡,也许在皇太极眼中,自己与布姆布泰之间仅仅只是一场无关情爱的政治联姻,很快,皇太极与布姆布泰的婚姻便走到了尽头。 崇德八年,皇太极突发疾病而亡,本应该赴死子继的新旧交替之际,由于皇太极还没来德极留下立储遗址,便于是长辞,所以在皇太极尸骨未寒之时,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都对皇位虎视眈眈。 孝庄与多尔滚 关于孝庄是否下嫁给多尔滚,这也是青史的一大谜团,虽然在正统的青史中并未记载孝庄文皇后和瑞亲王多尔滚之间的关系, 但是同时期又远在千里之外的李氏朝鲜的史书中确实记录了孝庄和多尔滚成婚的事实,这也是史学界支持孝庄和多尔滚成婚的重要论据。 其实,即便没有朝鲜的史料佐证,我们也不难推断多尔滚和孝庄之间早已超越一般的疏造关系。 在皇太极离世之后,孝庄的儿子成为了新帝,但是在当时,除了皇太极的儿子们,多尔滚被拥立成皇帝的呼声也很高,但是他拒绝了,作为当时最有勇有谋,还有儿子的多尔滚,只要他想,皇帝也能做,但是他却主动让给了孝庄的儿子。 原因无他,他痴迷于孝庄,从现在的影视资料,以及一些野史中可以发现,多尔滚确确实实是爱慕着孝庄的。 孝庄聪慧过人,明道德之广虫,治乱之条冠,但同时他又懂得在自己不得事的时候,不漏锋芒,韬光养晦,只为等待一个时机,所以孝庄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他总能认清现实的环境,他自知自己是个妇人,在前朝并无太多话语权,也不能像男儿一样征战沙场,若想在这动荡不稳的政局中保全自己,唯有用女人的办法智取,这个办法便是对他痴迷情深的多尔滚。 于是孝庄与多尔滚达成协议,让多尔滚支持年仅六岁的弗林登上皇位,自己便下嫁给他,孝庄也明白多尔滚即便对自己一往情深。 可他始终还是基于皇权的,所以孝庄想了一个两权之策,让多尔滚做摄政王辅佐年幼的顺治帝,自己则退居幕后,为了稳定多尔滚顺服于新帝,孝庄又令顺治帝多次封赏他,从最初的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再到最后的皇父摄政王,多尔滚摄政期间其实行使的就是皇帝的权力。 统治期间,政局相对稳定,民生开始恢复,这背后也少不了孝庄文皇后的幕后执政,终于在1650年多尔滚逝世,皇权重新回到年轻的顺治皇帝之手。 有人说孝庄文皇后下架多尔滚是忍辱负重的无奈之选。 其实非然,因为在早期的满清时期,还保留大量的游牧民族风俗,地取凶器便是最常见的一种,当时朝野之中也多为满猛权贵,这对叔嫂之间的关系也是默认的。 而且回到孝庄自身来说,他与多尔滚年龄相仿,经历相同,必然也是有着共同话语的。 所以,下架多尔滚既是保全自己和年幼的儿子唯一的办法,也是顺从自己的心意。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评判当时孝庄文皇后的做法,我们只是感叹他过人的才智和心性。 而孝庄也把握住了这一点。 利用了多尔滚对自己的迷恋,一步步促使了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帝。 不得不说,孝庄也算是个会算计的女人了。 但是在当时,并不受丈夫喜爱的她也没其他办法了。 她能依靠的就只有她的儿子弗林,后来儿子弗林死了,她又扶持了自己的孙子。 所以,她就利用了多尔滚的喜欢,将自己儿子推上了天下最尊贵的位子,自己也顺利当上了太后。 复原图的秘密 有人会问,多尔滚为什么那么爱孝庄,不惜让出皇位。 黄太极为什么不爱孝庄呢? 对于年轻的多尔滚来说。 活泼美丽的孝庄是能够吸引她的,但是对于年纪较大的黄太极来讲,她会更喜欢温柔贤惠的女子。 孝庄的一生是不平凡的,她出生就是公主,长大后又嫁给了自己的姑父,成为故宠的妻子。 但是她并不受自己丈夫的喜欢,所以她决定专心培养自己的儿子。 在黄太极面前,孝庄只是一位普通的,不得宠的女人,但是在多尔滚面前,孝庄是天底下最珍贵的存在。 但是在黄太极眼中,这却是不算出彩的,她更爱哈日朱拉的温柔。 只能说孝庄不在黄太极的审美点上。 但是,好在孝庄想得开,并没有拘泥于后宫感情纷争,才有了她之后的好日子。 看了孝庄太后的复原画像,人们才真正理解了黄太极为什么不特别钟爱孝庄太后,而多尔滚却深深地爱上了她。 孝庄的画像散发一种贵妇的风范,显得非常气质,但这已经是她经过了几十年岁月的积淀之后形成的容貌了。 不过,不管岁月如何更迭,一个人的脸型是不会变的,孝庄的脸型是那种娃娃脸,下巴比较宽,我们能够推测出,之前她一定是一个孩子气,活泼可爱的形象。 在宫中,她也没有其他嫔妃的尔虞我诈,争风吃醋,有的只是单纯善良,她是一个聪明,明媚,极其有魅力的女子,能够看到,在她眼中感受的都是少女的清澈与纯真。 不仅如此,她还有着草原人的豪爽活泼,这样的一个聪明过人的人,对于多尔滚来说实在是魅力十足,但是黄太极毕竟是一个历经岁月风霜的人,成熟的性格让她对于大玉儿丝毫没有任何兴趣。 海兰珠和其他人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她不像大玉儿一样,惧怕黄太极的权力,而是用一颗真心爱着她。 这是许多人都不具备的,而多尔滚和大玉儿年纪相仿,性格和德莱,向往大玉儿这种美好,也很正常。 但他们兄弟之间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是痴情人,钟情义人便对其他人无感,肯为了对方牺牲,不管多尔滚和大玉儿之间的感情有多浓烈,这段布伦之恋终究没有潦草收场。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两个人都对国家有着自己的贡献,一个保卫家国,一个则是后勤工作,没有一味的自我揽权。 孝庄太后对于国家的贡献让许多人看在眼里,没有她,就没有顺制地的崛起和勤勉。 如果两个人一开始就有好的结局,或许就没有当年的奉献,也不会有成就。 然而,这种坚毅和独立的气质却深深地吸引了多尔滚,她在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欣赏的人格特质,多尔滚在孝庄太后面前展示出的那种深深的敬意和善良, 也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一个贵族和军事领袖所具有的品质,她对孝庄太后的爱甚至超越了她对权力的追求。 这一点在她的一生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孝庄太后和多尔滚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一种超越时间和地狱的情感。 他们的故事是关于爱情,也是关于权力和责任,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黑暗,也看到了历史的真实。 黄太极与多尔滚兄弟二人都喜欢成熟温柔但不怯弱的女子,在复原途中,孝庄嫁与黄太极之时,年仅13岁。 在黄太极眼中,还未展开的孝庄不及大福尽成熟,也不及海兰珠温柔可人,自然对她不甚宠爱。 而多尔滚居于顺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辅佐摄政之时,孝庄已经长成一位兼具成熟政治家与温柔母性气质的女人了。 这样的女性韵味在多尔滚眼中无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所以她很快便傻傻痴迷其中,无法自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